有着针织般的妆容 迷人的眼神 带着圆圆的小肚男 它是绿秀眼 轻盈的身躯犹如蜂鸟一般 这是台湾非常有特色的小型鸟类 不只是长得很可爱 叫声也让许多人着迷 它们的存在 更帮助了人类消除了不少的害虫 在野外 真的是人类的好朋友 但是 最终鸟类却有着令人鼻酸的走私经历 还有因为宗教放生而可能引发的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真心喜欢这种鸟的话 应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保护它们呢 今天这一集的影片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绿秀眼吧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杰克 AKA鹦鹉小木Jack 我们将会在这个频道 跟各位分享有趣的动物知识 如果你也喜欢相关内容的话 不妨帮我按下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前几天有观众在敲碗想要知道 关于绿秀眼的知识 这种鸟类也算是在台湾 很多人会养的鸟类 台语叫做陈伊迪亚 我自己也接触过不少次 连小学美术课也都很喜欢画绿秀眼 这种小巧玲珑的动物 算是还蛮普及的鸟类哦 体型相当轻巧可爱 身高的部分只有大约11公分 它们的叫声辨识度很高 声音频率高 旋律也非常的婉转 因为这种鸟类是属于群居性的动物 还记得以前只要一听到窗户外面有这个叫声 也都是一大群的出现哦 绿秀眼这种生物属于动物界 极锁动物们 鸟缸 雀形木 秀眼科 秀眼鼠的物种 身上大致像是黄绿色的羽毛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 它们有点像牡丹鹦一样 眼睛周围会有一个白色的眼圈 脖子的地方是呈现微微的黄绿色 肚子的羽毛也是有一点灰色的感觉 它们的学名主要是形容它们是日本的秀眼鸟 可见这个鸟类在日本也是相当具有重要地位的 它们这种黄绿色的优雅配色 还有绿秀眼的这个名字 在2021年也被用来作为手摇饮料的名称 也有乐团用绿秀眼来命名 它们大约是栖息在海拔1200公尺以下的地区 也是都市非常非常容易见到的一种鸟类 它们主要吃的东西呢 是像一些花蜜啊 还有一些小昆虫 花粉或者是其他的小果实 当然水果也是它们的最爱 因为它们会吃小虫的这个特性 在历史上也曾经在1929年 被引进到夏威夷作为消除害虫的生物 不过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最常见的鸟类 适应得非常非常好 但也因此同时呢 因为数量过多 影响了当地原生物种的生存空间 那绿秀眼它们有没有天敌呢 答案是有的 它们不论是在人工繁殖 或者是野外的生态之下 最怕的动物就是肉食性的伯老鸟 伯老鸟的个性呢 是非常凶的 可是被称作为雀中猛禽 在英文呢 也被叫做屠夫鸟 可见它们的凶残 都是游牧共睹 小型的绿秀眼也是最怕它们 不论是成鸟或者是幼鸟 都有可能被伯老鸟吃掉 当然不是只有伯老鸟 会造成它们生存的危机 像是野外的老鼠啦 还有野猫啊 蛇啊 都是有可能取走它们性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养鸟的话 肯定要特别注意天敌对它们的威胁 即便这种鸟类因为体型小 又不具有任何武装盔甲或者是武器 在食物链的循环之下 确实不太有优势 不过也因为它们的体型小 让它们的飞行速度很快 移动起来也很自在 所以在野外的数量还是不少 如果大家去公园散步的时候 听到优雅的鸟鸣声 不妨就抬起头来看看 是不是有这种可爱的小鸟 在你的头顶周围徘徊 绿秀远它们悦耳的叫声 甚至还有比赛 在南投也有绿秀眼协会 它们的比赛标准主要的重点在于联音 越厉害的绿秀眼歌王 几乎都可以唱到30联音以上 有的甚至还会有转音 这个比赛真的很特别 也让人见证了大自然 好歌喉有多厉害 绿秀眼它们很容易适应各种环境 连在现在这种高楼大厦淋漓的城市之间 也会看到它们的声音 这种鸟类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们因为跟人长期的共处在都市里头 所以说有些会在花盆 或者是植栽上面煮草圣诞 古人说鸟落望地才聚望乡 把鸟类它们来到家里竹巢 这个动作视为非常吉利的象征 因为野生动物往往都会选择 较为舒适或者是安全的地方来居住 而且竹巢圣诞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鸟类它们来家里竹巢都被认为是大好事 更有招财劲宝的吉祥寓意 大家如果真的发现家里有鸟儿来竹巢 千万不要去打扰它们 更也不要意图破坏巢穴 静静地等待鸟爸妈扶持小孩子们长大 一起见证生命的伟大 大家如果在每年的4月到8月左右 看到这种小型的鸟类在家里的花盆附近飞来飞去 就可以仔细地观察是不是已经在竹巢了 旅修园这个鸟类不只有在台湾分布 它们会出现的区域涵盖了台湾、中国、日本、往北 也一直到朝鲜地区、往南 一直到越南、菲律宾都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踪迹 这种鸟类因为淘气的外表以及月儿的叫声 在国际上也常因为鸟类的贸易而在亚洲的国家流动 因为这种鸟类的体型小 在某些国家的价格又非常的可观 所以说相关的犯罪案件就一起接着一起的发生 走私的贸易不仅仅是伤害了野生动物 这些茶器的动物有可能因为检疫的关系全面遭到扑杀 当然这对动物来说都是莫大的伤害 这种身处在台湾野生的绿色小精灵 也同时是现在高雄市的饰鸟 它们在日本也是日本合歌山县以及大分县的县鸟 很多摄影的比赛都把绿秀岩当作主角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鸟类的话 在假日的时候不妨到一些公园或者是校园走走 去找一些有开花的树 就有可能看到它们飞翔的踪跡 仔细的聆听它们美妙的歌声 观赏它们在树之间情盈的跳跃 都是非常疗愈人心的休闲活动喔 在繁殖的季节当中 有的人也会在野外捡到受伤的幼鸟 当它们被人类当作宠物饲养之后 成为了家人 对人也相当的温柔 也会对四竹撒娇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这种鸟类属于一般的野生动物 根据台湾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 是不能违法的捕猎 或者是不当的繁殖的 所以传统观念里头 去买绿秀岩作为放生鸟的概念 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不见得是好的 因为其实如果有更多人的买这些鸟 就会有更多人去野外抓这些鸟来卖来赚钱 我们如果要保护它们 要爱这些野生动物 就好好地观察野外的生态 才是最棒的选择喔 那今天的动物图鉴 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 非常感谢鸟友们热情的投稿照片或影片 才让我们的影片更加的精彩 大家喜不喜欢这一集的介绍呢? 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你看完这支影片的看法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点赞支持我们 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看什么主题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 我是Jack 那我们就下次见囉 掰掰 拜拜